各位观看,一百三十一年自共北重庆堆球邀请塞 今天第2个重庆堆球党兴 下区堆球党机型 关注文章良,青年会党为宣出来加幼大气 此处总共来自全国各地25基的队后参赛 上康有配偶关的参赛团队 提醒大家对队球运动的日前和支持 今天比塞党党党是由2个国小比前分合 改造成2个重庆堆球党党兴 每个都由共学、青年、共用的好处 关注,特别困点改观队球协会 登记以来对队球运动推动的劣情 照今天这样的成大要求赛 对队球协会表达感谢之意 并表示队球运动劳小介义 自小学生到九十岁中备都可以打 是一项真适合信仗朋友跟ğlun合作的运动 今天我们长青垂球协会 特别在我们技术比较头 长青落火站基盘垂球比赛 那这个比赛 总共有六个外线式的队伍来参加 基本上在这里大家虽然 头地上有点拟零 但是大家也玩得真心不想 那垂球是很適合老人家運動 就要運動量適當 大家在這個運動過程中可以開槓 所以我剛做小學長 就看他們在講求 說實在到現在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現在也是要再講 包括很多老朋友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嘉義先生在推動整個垂球這個運動 政府如果有這個議員 那縣堆扣起來 那土地垂屋我們願意幫你整地 讓你們練習追求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也要經常參與露營動錄 該官對球協會在每個月都基盤到賽事 希望參加的選手可以走出好玩 以及擁有運動習慣 享受健康快樂的生活 世新新聞創民黨 該官蔡文博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隨著疫情的升溫 我要提醒大家 新冠肺炎的確診 以輕症為主 確診者做好門診分流不恐慌 體諒防疫人員的辛苦 讓醫療量能能夠保持順暢 病患獲得最妥善的照顧 如果你是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居家檢疫者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不用怕 請連結視訊診療 由醫生直接看診 以及通報 就會收到衛生局 以及疾病管制署的確診檢訊通知 然後主動連結中央疫調回報系統 就會收到居家照顧隔離處置 記得資料填寫一定要正確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類人員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一樣不不用怕 將你快篩試劑包好 攜帶健保卡自行開車 或由家人載送前往四大醫院 防疫門診做PCR檢測 報告未出來之前 請在家一人儀式 以家人分開 請勿恐慌 如有呼吸困難 氣喘 胸悶 以及持續的胸痛等緊急狀況 請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醫院診療 最後 我要呼籲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問題 可撥打關懷中心的電話 05362-1150 由專人為你服務